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然後煮什麼 現在有時候分開菜有吃 合在一起很少耶 對啊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對 然後煮什麼 我們現在市民上的 有兩種 一種是青的 一種是這個 好像菜脯石 怎麼會這樣 兩種都來 你們兩種都給你看看 不一樣的感覺 青的這種好像 像旋律紅的那種味 對對對 但是這個沒那麼鹹 這個流流鹹鮮 味道很到味 又不一樣耶 又不一樣 這跟菜脯 對 那你如果說 這是不一樣的嗎 一樣的 都一樣 你看這個皮皮 都一樣撩一撩 身體不一樣 對啦 身體不一樣 這有紀錠更的 還有補子彈補青 這放在臉上 就翻頭色的 我們以前說 黑菜脯 黑菜脯就是這個 當然這今天不是菜脯 對 一般我們在市民上最喜歡的 就是都 炒青的比較多 對 因為鹹鹹 很脆 都炒三層肉 辣椒 對 做便當菜 對 我們今天要水 還要香 會香 會好吃 所以在這邊特別不一樣 所以兩個都混在一起 兩個混在一起 一個有脆口 有鮮度 一個有梅香 一個有一淡淡的梅香 那這邊 這是 告訴他媽媽報告的 這個頭色的 浸出的這個水 不要拌到 它有鹹味 好 我們沖的比較沒那麼鹹 這樣喔 我們一樣在浸 現在這個有切水 我們先切起來 好 切起來 這很簡單 媽媽這很簡單 這很切 這很切 對 你把它當作是菜 這樣就要炒就好了 因為 大黃瓜 這種大黃瓜 其實你給人家看 都不倒 對 都是平平的 都平平的 那種 那種比較乾淨 它就是沒那麼漂亮 就比較乾淨 全部都沒那麼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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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記得我媽媽很厲害 他連你都補我 也會做這個補我歌 這樣喔 對 因為那個大廚的時候 補那麼多冰 地方冰 對 不然都要打 對 這鹹的 這鹹的 我就沒切那麼大塊 切得補一塊 這是調味的 好 這個真的很棒 你知道嗎 很多人不會這樣利 這鹹好像煮湯喔 沒有 用紋的 用紋的 對 但是 今天紋的 會紋到很有巧妙的地方 黃的 其實媽媽認真看 這兩邊的 差不多 是都平那麼多 這條就不要再放下去了 吃不用太鹹 因為我又有彈性 去調味 來 現在再來 我們現在這個鱲魚 這隻鱲魚漂亮 漂亮 來 首先我們從頭這裡 切掉 切掉 好 來 麵糬切掉 麵糬切掉 對 這麼大平 對 我們要只吃肉就好了 骨頭也沒了 對 骨頭也沒了 這樣好 剛才拿去煮麵 對 重點是怎樣呢 今天我們這個鱲魚 如果要煮這個鱲魚的時候 很多人都煮到 這個鱲魚很奇怪 對 我們也 我們味道煮出來之後 這個鱲魚 讓它可以吃到滑溜滑溜 這樣喔 哪有可能 試試看 來 我現在切入蒸 切片嗎 切片 我以為要整片 對 這大平的 這也比較像一塊鱲魚 不會 好 這棧就是棧在這裡 好 來 我們這個不要在這裡 好 來 現在看怎麼做 來 鳳叔 麻煩 我們去煮麵糬 這裡面有唱一下嗎 是 要看煮麵糬 到底有什麼呢 很特別 這棧就是棧在這裡 這雖然說 這個鱲魚肉是鹹 這個味道去做調味 這才是正常我們 台灣人古早的情形 感覺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愛天師常說 天然的最好 你看剛剛那種天然的鹹味 就可以把這魚的味道 釣得剛剛好 齁齁 到底是哪一種 天然的頭皮 可以讓撒嬌魚 過時鹹又很好味 吃到台灣人古早清晰的頭皮 看煮麵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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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棧就是棧在這裡 好 好 來 我們這麥糬 好 來 現在看怎麼做 來 鳳叔 麻煩 我們這封煮麵糬 這裡面有唱一道的問題 是 我們今天看煮麵糬 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請看 豬油 麵糬 對嗎 大拌油 大拌油 對 那一般的豬油就OK嗎 可以 可以 我們這不是很整個 好 通常就是說媽媽 我們如果菜市場 不可以撒麵糬麵 如果很油的 你把它撒一下 撒到老了便宜 當時要拿出來 我是都買麵糬 以前買麵糬 把它撒一下 是啊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現在這個豬油先下鍋 先沾豬油 很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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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粗粗的豬油 我還可以放在裡面 涼麵糬 還可以吃 變膠質 對 好 來 媽媽注意看 現在這個油頭油要這樣 你看我把它炒到它 麵糬油的 好 來 現在香氣跑出來 對 剛才當作先做的就是 沙漠魚先煎 用這個 用豬油來煎 煎沙漠魚 它裡面這裡有沙漠魚的魚 對 但是我們讓它更再 更再漂亮 先煎魚排 對 先煎 先煎魚排 對 很特別 這個要煮湯嗎 沒有 這個鳳树 是 我現在在白身煎到 上邊吃 白身葉才放在旁邊 那個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 這樣嗎 對 我把它炒一下 炒一下之後 放在旁邊 水放在旁邊 我如果是鳥 我就要移民台南 我吃不到我的沙漠魚 你看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 薩把魚先煎成魚排 我們再來等於快炒料理 媽媽這樣就好了 割一個動作 差不多兩分鐘的時間 真的 現在就不會飛去 真的 現在你看這個油越來越多 是 這有油這些薩把魚 魚倒的魚油 對 現在骨子下來煎 魚頭下來煎 好 好 現在豬油出來 薩把魚煎得香香 是 來 老薑放下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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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香 薑、油 裹在魚頭骨裡面 再來 硬生放下來 這雖然說 這個粿子是鹹 但是硬生的這個味 去做掉 這才是吃我們台灣人 古早的情勢 對 硬生放下去 對 反而豬有發生的味道 又有香 鹹的 這個像菜脯蟹的 鹹粿先下來 鹹粿先下來 鹹粿一點點也沒關係 鹹粿一點點 鹹粿一點點 對 這很香 香 真的很香 好 這綠色的 炒一下以後 來 炒香它 要 現在少許給它 對 少許 鹹粿 鹹粿給它 好 要鹹粿給它 這個 鹹粿 OK 好 功德圓滿 我們下一點點的這個糖 提味 提味 所以你看這個瓜 真的是很有用 它就像菜脯一樣 你要把它當菜脯再用 對 對 對 所以你看我剛才鮭粿 我漏了很多 你如果都放下去就太鹹了 對 鹹粿再放下去 來 各位 會記得 我們煮這個湯 動作醬油湯這樣 剩三把皮 來剛才煎一下 把它放下來 這樣就不會老了 不會老 一分鐘就可以了 對 鳳姝來那個盤子 差不多了 來 這樣煮下去就好 對 古早味的三把魚 剛才好吃 對 一片一片的好漂亮 對 你不用煩惱說它沒有鹹 不用 有鹹 來 現在切一切 這個鹹粿要補 對 不要太多 好 好 好 再來 現在來 一點湯汁 淡薄米酒放在這裡 好 這就是我們手煮的魚肉的肉 有整條的香 好 我們就煮這個水 要把它拿回來就好了 好 哇 古早味的耶 對 快點吃 來 切一切 切一切 是 好 漂亮 讚喔 我想要吃這個綠綠瓜瓜 都是一樣是大黃瓜做的 可是 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個好脆喔 這個呢 它比較軟 可是比較鹹香 功能不同 再來吃這個魚 唉唷 這個魚一定很嫩 啊 我看這塊 喔 鹹魚皮 讚 我知道大家都很羨慕 抱歉 真的很好吃 阿滴是常常說 甜甜的最好 你看剛剛都用天然的鹹味 用瓜子的甜 瓜子的鹹 就可以把這個魚的味道 釣得剛剛好 就是這樣子煮 最好吃 請看 讚 謝謝 謝謝 آپ 們 裡面 你 你的